焦点5 神经元 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 神经系统的基本构造是神经元 受气接受刺激 经由神经元的传递 传递到神经中枢 神经中枢的神经元会做分析判断 然后发出命令 在经由神经元传递之动气产生反应 受气是接受刺激的构造 动气是产生反应的构造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构造 神经元构造包括细胞体与凸起 细胞体又称为细胞本体 主要是由细胞核和大部分的细胞质组成 凸起也称为神经纤维 包括束途与轴图 束途是要把讯息传入神经元 轴图是要把神经信息从细胞体传出去 神经元的基本构造 包括细胞体跟凸起两部分 细胞体又称为细胞本体 包含了细胞核和大部分细胞质 是神经元代谢的中心 凸起也称为神经纤维 包括束途和轴图 束途是要把讯息传入细胞体 轴图是把讯息从细胞体传出 束途与两个神经元之间没有联系的部分 称为图处 也称为图处间隙 也就是一个神经元轴图 与另外一个神经元束途之间的空隙 称为图处 如果把前一个神经元的轴图末梢放大 可以发现轴图末梢有很多小的囊炮 这些小囊炮可以释放出化学物质 也就是神经传导物质 神经传导物质可藉由扩散作用通过图处 由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束途的受体来接受 所以两个神经元之间没有互相连接 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空隙称为图处 也称为图处间隙 图处前神经元的轴图末梢可以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 神经传导物质经由扩散通过图处 由图处后神经元的束途来接收 束途表面具有受体来接受神经传导物质 神经元的种类有三种 感觉神经元 联络神经元 按运动神经元 受气接受刺激后 由感觉神经元传递 传递至联络神经元 联络神经元位在神经中枢 位在脑汗脊髓里面 会把讯息做分析判断 之后发出命令 经由运动神经元传到动气 神经 所谓的神经是层数的神经纤维 神经就好像电缆一样 电缆是由很多的电线组成 神经纤维 由一整数的神经纤维构成神经 神经结是一整团的神经元细胞体构成 所谓的神经结 是细胞体聚集的部分 如果在中枢神经系统里面 细胞体聚集成为神经核 如果在周围神经系统里面 细胞体聚集形成神经结 这是大脑的剖面图 大脑的细胞 神经元细胞体位在大脑皮质 也就是灰质 那大脑内侧为水质 也称为白质 主要是神经纤维组成 在白质里面 有一些神经元细胞体聚集的部分 称为神经核 神经核是由神经元细胞体聚集成团的构造 神经结大部分是由感觉神经的细胞体 和运动神经元细胞体组成 有两个神经结比较特殊 背根神经结只含有感觉神经元的细胞体 交感神经结只含有运动神经元的细胞体 随壳 包围在神经纤维外面的保护性的构造称为随壳 随壳是由虚妄细胞缠绕神经纤维所组成 所以随壳含有丰富的磷子质 随壳是由虚妄细胞包围在神经纤维外面 以缠绕的方式包围 在比较长的神经纤维外面具有随壳 例如感觉神经的速度 运动神经的走途外面都有随壳 随壳的功能包括 第一具有绝缘作用 第二个可以增加传导速度 第三个可以支持保护神经纤维 第四可以协助神经纤维的修复在身 随壳是由虚妄细胞包围所形成 随壳包围在神经纤维外围 外围是由虚妄细胞组成 随壳跟随壳之间没有联系的部分 称为蓝色结 在蓝色结的位置 神经纤维揉络 神经蓝色结的预子电位比较低 离子的通透性比较大 所以可以让神经冲动做跳跃式的传导 蓝色结是指随壳没有相连的部分 称为蓝色结 蓝色结的预子电位较低 离子的通透性较大 所以可以让神经冲动做跳跃式的传导 可以加速神经冲动传导的速率 立体 下列有关神经元的叙述何者正确 A 细胞体中只具有神经核 但是也包含大量的细胞子 所以A选项错误 细胞体是由细胞核和大部分的细胞子组成 B 选项错误 神经元一旦受损是可以修复的 可以藉由虚妄细胞来做修复 C 选项正确 一般所言的神经是指乘数的神经纤维 D 选项正确 所以细胞是由相灵脂性膜组成具有绝缘作用 这是对的 因为细胞是由虚妄细胞缠绕在神经纤维外围组成 所以细胞的灵脂质特别丰富 依选项正确 若神经纤维受损 可由虚妄细胞进行修复 是由虚妄细胞